彩排一下 彩排一下 来 3 2 1 要不我直接放歌 然后我们彩排一下吧 好吗 来 3 2 1 再来一遍 唱什么类型的歌呢 什么歌都唱 从语种就可以分好多种 普通话啊 粤语啊 包括米南语 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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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观众提出需求了 那我们就 一两句 真的要唱 唱唱唱唱 不是 这个有版权问题的 这个 三句 三句可以的 你唱 我唱 我学一学吧 我到时候学一学咱们剧里边的OST 然后 看有没有机会当彩蛋 然后唱出来 可以 好的好的 露露怎么样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吗 我们俩唱一首 可以啊 就这个歌唱一首 找一首好听的 可以吗 行 好那我们约定一下好吧 什么 播出那天 播出什么时候播出啊 我说这 这 咱也不知道啊 我也来不及学 嗯 好那其他人呢 事件可以分享一下 对我刚还有一个 我们还有一个点 说你会在现场拍 仇照 互相拍 那公开一下吧 不能公开 真的 公开可能就丢掉这份职业了 但是真的很离谱的那种 罗老师 其实就是 愁美参半 就是有愁照 但其实也有美照 就美得离谱 愁到极致 罗老师特别善于发觉 人最奇葩的角度 最极致的两面 对 最极致的两面 比如说是在睡觉的时候拍 或者是 没有就是当着你的面 醒醒的是 当着你的面 对对对 不不不是这样 哦 是这样 有机会吧 如果他们同意的话我再发 好吗 他们不同意那肯定不能发 可能永远发不出来了 好 大家就 发挥想象力去想象 好的 那我们其他老师还有没有 世界粉丝想 小女儿 还有我的亲妈 对 小朋友好 阿姨好 对我们 我们三代人 都是罗云熙的粉丝 哦 大家看一遍 最后一遍 对啊 要不就让他们两个跳 对 就让他们两个跳吧 对 展示一下各自的特场 对 然后后面我们再以牌好吗 先让他们两个做这个起 对 再给他们看一遍 再给他们看一遍 感觉已经会了 哦 就我俩啊 对 我们来个齐的 然后再来一个群魔乱舞的 来我们正面的机位 来我们正面的机位 坐坐坐坐 来我们正面的机位好吧 来我们准备好吗 很差 来来来 321 321 太多的幸福发达 凭透爱的美妙 笑一笑 透牛为里呀 好撒娇 哇! 哇! 泡牛 要一起了 喝了 好,然后我们一起来一下 一起来,都不要跑 学会了吗? 学会了 来,我们麦拿一下 麦拿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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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心一下吧 这边两位也比心 对,最后那个 最后那个ENDING的时候比个心 彩拍一下 彩拍一下 要不我直接放歌,然后彩拍一下吧 好吗 来 3 2 1 再来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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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我来 然后来 我们3 2 1 再来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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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真的很厉害 你怎么能看一遍 哈哈哈哈 你好 想问一下罗依希和白鹿两位老师 就是我们知道这对CP在剧中爱恨情仇 所以想问一下 在哪边我们先举手示意 对 再想问一下两位老师 因为这对CP在剧中爱恨 纠缠 所以说想问一下 就是这两对CP 这对CP在剧中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你们觉得 最大的看点 甜 哈哈哈 我觉得 夜西悟和谭台静 他们两个之间的这种关系 就是相互拉丑的关系 对 就是你感觉好像他们俩 哎 有点起诉了 有点意思了 但结果下一秒就 当头一棒 对 当头棒喝 但是发现 他们俩好像误会了之后 结果第二天又相当的甜 就是 会让人有一种 嗯 意料之外的感觉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看点 而且 第二个看点的话 我觉得就是这两个角色之间的一种宿命感 就也许 他们俩之间的结局早已注定好了 但是 他们在走 从开始走到这个结局的过程 这个过程让两个人都彼此成长 让彼此更加的升华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大看点吧 露露想说 就是 宿命感 刚刚说的 就是 然后我有一句台词 就是 呃 我没想到 我的身来便是我的女的死去 这也是原住里非常 经典的一句话 我觉得 用这句话就可以很好的去形容 这两个人的关系了 就是 命中注定 你们是 拿回了B一句本 命中注定 你们 你们走不到一起 但你们却是相爱了 就是一场很极致的虐恋吧 好好的 谢谢 哦 其实 刚刚 罗老师说 就是感觉一瞬间 一瞬间 但是我会拉满 大家期待感觉 一个规剧感 规剧感 感觉 然后我们可以问一点 比如说剧里的问题 还有角色的问题 然后还有比如说 自己现实生活中的问题 就比如说 我先说一个啊 嗯 答案之处 告诉我 《长月静明》这部剧 会不会 炸干我的眼泪 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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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了 明白了 就是 它是爱情的爱 就是爱情的爱 爱情的爱 就是 爱盈万难 爱抵万难 我相信咱们的 谭台进和 黎苏苏 绝对没有问题 谢谢 谢谢 因为爱 请生爱 好 我们那个 我们对老师 你先看 我昨天翻了 没有一个好答案 我昨天都帮你翻了 你知道吗 他们说你一下子 就翻到了一个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 但是我 我们先上来翻一下 先上来翻一下 我翻一个什么呢 随便问是吧 随便问 随便问 我想来想看啊 我帮叶希悟问一个吧 可以吗 可以啊 可以啊 帮叶希悟问一个 就帮黎苏苏苏问一个吧 他俩站一块 谢谢 他俩站一块 我们俩留着CV的保卫上 谢谢 嗯 我给你拿个 想想看 叶希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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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帮 我帮 帮那个吧 帮桑九 桑九 桑九问一个问题 也是其实我自己想 桑九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觉得明叶 是不是一个渣男人 啊 这个问题 因为我觉得其实明叶 嗯 不是 先看一下 旧梦 旧梦 对吧 其实就是我觉得 没有 我反正 我本人 就是就是 就是因为 露露一直跟我说 她觉得她 谈台进明叶 苍九明 选一个的话 她会选明叶 我说为什么 她说因为 她觉得明叶是最可靠的那个 不理解 我不理解 我不理解 我觉得明叶她只是在 她的这个职责上啊 然后她的这个事业上 我来拿 然后有一番作为 但是她对待桑九 确实是有一点 不够 就是如果说我自己 不够爱 不是不够爱 是不够有 有勇气 她不够有勇气 所以我觉得她错失了很多很好的机会 我觉得这样子的男生会 会因为这个后悔一辈子 所以大家也看到了明叶 其实她最后也没有特别好的结果 是吧 所以我就觉得 也希望大家能够对自己爱的人多一些勇气 然后去把握住这个最好的机会 然后希望所有相爱的人 有情的人都能够重生眷属吧 嗯 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 陆陆想问什么 就很简单 很浓缩的一句话就是 你想要看的心下这里都有 谢谢 谢谢 谢谢